你无法想象一幅世界名画上 居然藏着三大谎言 法国画家亚克鲁伊大卫画的 《马拉之死》呈现在课堂上 帅气的老师说 没有相机的时代 画家会记录现场忠诚于现实 但这幅画却藏着三个谎言 给了学生们十分钟的时间来发现 第一个谎言很快就被学生们发现了 说这个政治家鲍尔玛拉 曾经躲在下水道里 画上的人身体很干净 第二个谎言就是凶手被抹杀掉了 老师反转了画作 在这一面可以看到厌尸报告中提到的 并没有逃离现场的凶手磕带 在《马拉之死》里并没有画出来 至于第三个最关键的谎言 学生们怎么也找不出来了 当然难找了 如果不充分了解那个事件 几乎找不出来 还是老师揭开了真相 那就是马拉之死本身 在画中 马拉手中的变迁上 是凶手向他求助的信 实际上 马拉手中拿着的是一份 一击者处决名单 画家另一画笔 将一个杀人狂 画成了一个让人惋惜的被害者 而真正的正义者 在画家的笔下 成了让人唾弃的凶手 孤身进入险境 莱莎玛拉的磕带说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杀一人 可以救几万人 真没想到 画家也是可以诛心于无形 甚至改变历史的 这个男人拥有一双神眼 女人只要被他看上一下 所有的秘密都无法讨论 每个他看到的女性 他可以通过战姿 身上喷洒的香水 还有脸部的一些微小异常 他都可以推断出对方的工作 以及法医身份等等 当然了 男人也不例外 一些身上的特殊的标志 还有眼神的疲劳程度 他也可以推断出 对方是个毒贩 根据对方查被不理手的动作 他也能推断出 对方的工作是个审讯员 在他的眼中 每个人都被他利用 自己的画家理论 给具象化了 他的神眼 配合他的空间想象力 直接就在一个整容医院院长 被害的整容医院里 炸场了 在现场 只有他敏感地发现了空间的异常 利用手上的钳笔粉末 撒在纸上 通过钳笔粉末 细微的流动 发现了空气流动的异常 从而发现了密室的存在 密室是一整面墙 门在哪呢 大家又都傻眼了 他的神眼开始发挥威力了 就在对面墙上的一幅画 引起了他的注意 开关就在那幅女人画像的耳环上 这是多么不被人注意的存在 他手指一按 密室的门就打开了 当然了 里面是极其暧昧的房间 入幕就是造型怪异 自床飞床的椅子 抽屉里存在着大量的光盘 不用多说 这里很邪恶 这一切还真多亏了神眼的功劳 至于被干掉的整容医院院长做的事 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 基本没差 这个男人太神了 他会三岁画老 给他一张别人三岁时的照片 要求他画出35岁时的样子 他拿着照片思考了一下 随后拿着画笔 就在画板上进行了创作 一个人像慢慢的成形 他看上去十二思索 十二回忆 手上的画笔一点也没有停顿 浓墨重笔之下 一个清晰的样貌出现在眼前 三岁和35岁的样子 被他完美复刻 简直就是神比马良在世 面对他的询问 来的美业女人说 这个人是他的一个老朋友 话是这么说 这个女人根据画像 确定了这个老朋友 他招呼这个老朋友的方式 是派人用偷袭的方式 用刀捅了他 杀的这个人是个警察 这绝对是打击报复了 这个拥有神之手的画师的能力 不止于此 他可以一边听别人描述 一边用手边的粉笔 在黑板上边听边画 就能把人像貌画出来 和真实的人相比的话 差别不大 不但如此 监控器里一个犯罪嫌疑人 是个戴口罩的模糊女人 所有警察对此无能为力 他说他可以画出这个女人 他还真的憋了一个晚上 利用36古典理论 完美复现了口罩下的面 就是这样一位 拥有神之手的人 警察根据被害警察现场 一落的画像找到他 却怎么也无法还原出 那天来找他 要求将3岁画出 35岁的女顾客来 他好像被这个女人 封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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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